下面我们开始绕钢丝 在上面 首先我们这一款绕钢丝的时候 要把马达这个位置调到最尽头 因为到处松了之后才能拉紧钢丝 首先先把这钢丝 绕在上面绕紧 锁紧 也可以通过电源开关 也可以通过调色去把马达来自己来打 可以 但是这个动作要注意 它一定要搞清楚方向 不然它是当时拉到伤的手也不好 也可以用手动干扰 差不多了 够了 然后通过倒门 刚才电动的事要开始先把 速度朝最低再把它打开 这个下次要注意了 这边钢丝是从上面走的 我们下面绕的时候就从下面绕过来 有很多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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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要把钢丝绕回来一些 不然它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绕不够 钢丝绕回来一些 也可以通过马达自己的运行 速度不要太快 可以了 两边的钢丝一样多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自动的方式 可以把这个马达起动起来 可以把这个马达起动起来 这是1.2 打到中间位置 这样就行了 然后钢丝拉紧 把这个马达操实 马达 钢丝拉得很紧 然后启动 放上微焦皮 对好的空 加热温度好了之后 再放上皮 启动 就可以了 可以切了